首次上稿 16点58分更新时间 18点36分 记者调雪茹新竹报道 为了因应新竹县五风乡清泉风景特顶区观光资源分散 多头马车的困境 乡长靖邦中表示 将建请县政府与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 地方部落等 设置清泉游客服务中心 单一窗口便民服务 并争取规划观光公车 县府交通旅游处长李肖贵表示 设置游客中心应有适合的地点和足够的人力、空间 像是清泉温泉会馆 未来也可兼具泡汤、餐饮、导览等多功能 将是工作提案在研议 令公路总局在监视相推出的需求反映式公共运输 简称DRTS 观光公车 随朝随停 并提供预约服务 五丰箱也可评估可行性 清泉风景特顶区未通往大坝尖山的中级站 以清泉温泉闻名 山巒环报 上平西流冠其中 四条吊桥横跨西上 环境清幽 四级不同风情 还有温泉会馆 将军汤 张学良文化园区 原住民族馆 三毛梦屋 天主教堂 艺术之森文创市集 部落市集等多元特色 五丰箱长静邦中表示 清泉在遭遇格勒利台风侵袭前 曾因伐木业而兴盛热闹 为了推广清泉观光 公所将建议县政府统合不同居住主管机关于地方部落 在原民館设置游客服务中心 同时也争取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支持 结合官物观光旅游路线 以单一窗口来服务游客 静邦中说 清泉温泉会馆委外经营招标四度流标后 近半个月来已有三组业者现刊评估 其中有两家为国际厂商 一家民宿集团 业者主要考量整体经营规模及观光路线的串联 以提供游客寒吃、住、玩乐一整套的旅程设计 因此公所将统合观光资源后 希望9月初再重新办理招标 此外 清泉的大众交通运输不便 目前仅新竹客运平假日平均一天6到8班车次 邱美宇等多名相待建议 增设观光接拨车直达清泉将军汤 对此 公所将建请县府提案向观光局争取规划观光公车